那接下來 捨得歡喜的這本書的作者 鄭如金師姐 他也從美國的賭城回來了 那麼他在台灣的時候 是一家公立醫院的這個檢驗師 在賭城當過我們地方報社的一個記者 那麼25年的慈濟錄 由搖比桿賺錢的小女子 變成了賺歡喜的慈濟人文 我們掌聲歡迎鄭如金師姐 親愛的商人 全球慈濟人 各位老師好 好 哎呀如今很緊張啊 我從小就不愛寫作業 常常被老師修理 所以看到老師就很緊張 不過我進了慈濟以後 成天都在寫寫寫 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因果 感恩各位老師 布施時間 給如今介紹這本書 非常感恩 基石師兄呢 剛才大家已經看到了他在空中的奇遇 所以已經有 這個因緣已經有了很詳細的介紹 那我家他的人生呢 大致分為三部曲 第一部就是求學行醫 接著是氣醫從商 接著是全職志工 那有看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 他是從眷村裡頭 一個打刺腳的小孩子 經過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用功 上了台大醫學院 然後又到美國紐約去求學 然後最後在美國的很大的醫院 擔任病理科的主任 主任醫師 那接著呢 因為非常疼愛他的妻子 所以當妻子有了創業的夢想 他就為了成就他的心願 所以他就氣衣從商 脫白袍換西裝 接著又因為這一段空中的巧遇呢 他成了在46歲那一年 成了慈濟的全職志工 無心的全職志工 他的慈濟履歷表 非常的亮麗的成績 94年 1994年認識慈濟 97年就擔任了長島的負責人 接著2001年成為美國總會副執行長 2006年成為執行長 在此期間呢 他還兼任了我們當時的海外第一個 診診中心 他是當時的執行長 2014年 他成為醫療基金會的執行長 2021年成為董事長 為什麼 為什麼三年內我們發行的這一系列的書呢 從2017年我們發行了第一版《捨得歡喜》 這是收錄了94年到2016年的 所有的我們經歷過的重大視線 那不但是收錄了兩位菩薩的生命縮影 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個海外慈濟史的一個 一個跳板 我們透過這本書呢 你可以清楚的發現 或者明瞭我們在海外推廣慈濟字頁的過程 2018年出版的這一本 英文的《捨得歡喜》呢 是因為我們畢竟是在美國 我們還有很多人不懂華語 可是他也想來讀這一本精彩的生命故事 第三版呢 就是您即將拿到的這一版呢 它是增加了2017年以後的一些故事 2017年以後在美國慈濟醫療置業呢 發生了很多精彩的事件呢 包括我們透過美國聯邦政府呢 成為一個聯邦認證的醫療中心 然後疫情時代我們的記者師兄呢 就領導我們來抗議 那我將記者師兄的慈濟足跡呢 又再分為六個比較重要的慈濟足跡 一個就是近日進軍聯合國 因為這個我們成為經濟社會理事國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國際上立足 讓更多人看見慈濟 也讓慈濟的在國際上的推廣 推展更有力量 接著是大捨護法 葛師兄呢想得很遠 他常常想留給子孫財產 有形的物質財產不如留得子孫 他鼓勵大家呢 在我們往生之前呢 就可以立下這個大捨護法的心願 我們好好的來規範 讓這個有形的資產呢 可以規範留得子孫之外呢 也留下這個捐款 讓慈濟做更多的事情 接著是相關的目心目愛 我們光是靠捐款呢 最好呢是有一個途徑 讓大家能夠自發性的 自動的捐款 那我們要人家願意捐款給慈濟 就要告訴人家 我們在做些什麼 我們在規劃什麼 我們未來會有什麼 那賢康力呢 在這一方面呢 付出了很多 他們從來沒有停歇過腳步 他們不斷地在跟社會 大眾保持著很好的關係 這個耐啊 微信啊 Email 種種 透過種種管道呢 一直在散播慈濟的訊息 善的訊息 接引更多的人 無時無刻 不再接引人家來做這件事 剛才我有說到 我們的聯邦認證 為什麼要有聯邦認證呢 因為我們想要就地取財 想要自力更生 如果有美國聯邦政府的 作為後盾呢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醫療資源 來做更多的慈濟事 疫情時代 大家都知道 美國是這一次 新冠疫情的重災區 我們曾經經歷了 跟你們也一樣 一照難求的那個恐怖時期 你有錢都買不到口罩 這時候 我們記者師兄挺身而出 他接洽了中國方 然後去採購 品質夠好的 然後又由慈禧師姐 聯絡很多人來安排 怎麼樣儲存 怎麼樣運輸 怎麼樣進海關 出海關跟進海關 這期間的繁瑣呢 實在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那慈禧師姐曾經分享 在那段時間 她最怕半夜有電話鈴聲響 那表示又有狀況發生了 所以他們就要不斷不斷的解決問題 終於那些貨櫃可以進來 可以幫助美國當地的疫情 傳承 這是我最敬佩 葛師兄的地方 因為他從來沒有想過 他要做萬年執行長 他想到的是 要給年輕人機會 讓他們能夠 有機會可以得到發展 我所認識的 記者師兄慈禧師姐呢 他們是有很大的格局的 起先我們是有一個 一整中心而已 但是為了配合歐巴馬保險呢 他們也全民健保的 我們過去服務的 沒有錢的 沒有身份的 沒有保險的 這些人通通變成有保險的 所以我們變成了社區診所 進而我們又聯邦認證 有了政府的資源 來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這個交棒呢 就是他要給年輕人機會 讓他們能夠發揮 然後他來陪伴 他也忍辱 股票事件 消息事件的時候呢 我們也受了 葛師兄受了相當的委屈 其實這個股票呢 是一直是正面的收入 來保值我們此季的資產 那他的修養呢 就君子如然 他永遠都是深色柔和的 對待每一位志工 於是呢他非常的孝順 他是為了圓滿他父親的心願 才來留學美國的 然後他也犧牲 為了成就妻子的創業 所以他氣一重傷 那他的慈父角色 不管多忙碌 他每天都有床邊故事 來啟發他子女的智慧 那葛家呢 是由慈禧當家的 那葛師兄是 無憂無慮的過日子 他常常說 娶到慈禧 就是他今生最大的成就 那各位師兄 你們要注意了 今天晚上回家 您家師姐可能會問您 您今天最 您今生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如今已經告訴你們 標準答案了 沒有之一 娶到您家師姐 就是您最大的成就 在美國呢 我們的慈禧大家庭裡頭 我們都知道 當我們有煩惱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跟著 葛師兄來求他的解答 可是當我們的工作進度落後的時候 我們就要向慈禧師姐 來求助於他的雷厉風行呢 她是她背後的女人 她是她堅強的後盾 她是她的善知識 而她是她的頭號粉絲 所以 祭舍師兄常常說 她今生所學的一切 都是為慈禧學的 她也是為慈禧而生 那麼慈禧師姐 就是為祭舍師兄而生 感恩各位菩薩家人 用行動來護持祭舍慈禧傳法的願力 感恩 感恩各位 布施時間 讓我們能夠 能夠以祭舍的生命故事 來拋磚引玉 接引更多人 做更多的慈禧師 非常感恩 謝謝感恩 正如今師姐 怎麼講的那麼好 句句都是真實語 好 那麼剛才這個是 您是作者 我們接著呢 來邀請編輯 就是人文職業中心的出版部同仁 陳梅君 我們掌聲歡迎梅君 來請DMI 謝謝 全球慈禧人 還有現場的所有師兄師姐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其實蠻感恩有機會可以參與這本書的編輯 對 那 這個標題呢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是 慈禧師姐在這本書的秩序裡面的一個標題 其實我對師兄師姐的認識 其實一開始是從文字上的認識 對 那我們真正就是 開始比較有頻繁的接觸呢 應該是在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時候 那我們這本書 那時候這本書快要出版的時候 師兄師姐他們就非常積極的探尋到全台分享的可行性 然後我們這本書是在今年農曆年前的時候出版的 那我們農曆年後呢 就即將要舉辦那個國際書展 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我們可以在國際書展來辦一個分享會的話 感覺應該是還蠻不錯的 對 那師兄師姐呢 他們也告訴我說 他們可以配合書展的時間 因為他們當時人在美國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可以配合書展的時間 然後回到台灣來 那我就把這個訊息呢 告訴我們負責書展的同事 可是呢 當時得到的回應卻是說 因為同事說 我們今年的書展的那個展場佈置 其實它並不太適合辦分享會喔 那他們想一想就說 如果勉強的話 要辦一個簽書會還可以啦 然後 可是當我把這個訊息呢 拋給那個師兄師姐的時候 然後慈禧師姐就跟我說 沒關係 簽書會也可以 然後 居中聯繫了我 又趕快把訊息拋回去 那這時候呢 我才知道說 其實同事的意思是希望我勸退他們 因為他們覺得 今年的那個展場空間真的不適合 然後 而且國際書展人來人往 其實人數是很難掌握的 那他們覺得說 我們這樣子 對兩位特地從美國回來的師兄師姐 真的太失禮了 對 那 其實真的也有道理 覺得這樣子真的對師兄師姐 真的太失禮了 然後呢 當我在把這個訊息拋回去的時候呢 慈禧師姐她其實 立刻就回應 她想都沒想 她就跟我講說 那個 沒關係 人多人少都沒有關係 其實人少我們大家聊一聊 其實也蠻溫馨的 然後 她也明確地說 分享會簽書會都可以 只要有姻緣我們都願意來分享 對 然後 當我把這個訊息又告訴同事的時候 其實同事真的也蠻用心的 他們覺得說 兩位大菩薩特地從美國回來 那我們就這樣辦一個簽書會 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同事呢 其實他們也很用心 就是說 後來同事就告訴我說 沒關係 他們會設法 喬出一個空間來 對 然後 這個就是我們當天 在國際書展的一個小型的分享會 那師兄師姐他們做的地方 其實是我們工作人員的服務台 他們就坐在裡面 然後 同事也借了一個可以 播放PPT的螢幕 然後那個螢幕 真的非常小 就是被擋住就 其實就看不太見了 然後 他們就又借了 借了十幾張塑膠椅 然後大家就這樣子坐在那邊 然後聽他們分享 然後有一些互動 然後 我那時候站在後面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情景呢 我突然 突然想 覺得說 有一種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不曉得 大家看到這樣的情景 因為我覺得它很像 慈濟的家庭茶會 就是 我抓了幾張 慈濟家庭茶會的照片 就是 我們的資深委員他們在家裡 然後就邀請會員 邀請 那會員又邀請 左林右舍啊 然後大家就來家裡 然後聽聽慈濟人的 聽聽慈濟的訊息 聽聽慈濟人的現身說法 然後 最後呢 大家就帶著滿滿的感動回去了 那 早年其實我們也參加過 這樣幾場的那個家庭茶會 然後其實 記者師兄跟慈禧師姐呢 他們其實也是透過慈濟才會的接引 然後 認識慈濟 了解慈濟 進而參與慈濟 然後 當天喔 就是說 雖然我們前面 這樣一個小型的分享會 可是 經過我們展場的一些民眾 欸 真的他們就被吸引住了 就停下腳步來聽一聽 那其中 我有跟一個女士交談 她還告訴我說她是一位醫生 然後 她就聽了滿長的一段時間的 那 這時候呢 我再回頭 去想到慈禧師姐告訴我的這些話的時候呢 就明白說 真的 他們就是 其實我們慈濟人 就是 他們就是帶著一股撒勁一股衝勁 他們就是 希望逢人就說慈濟 然後把散的種子撒播出去 對 那剛剛如今也提到了 就是說 當初我們出版這本書的時候呢 師兄師姐 他們也告訴我說 希望藉由這本書 來幫 那個 美國的慈濟留下歷史 那我自己在 編這些書的過程當中呢 我也覺得說 其實 慈濟人創造了慈濟的生命 但是呢 那個慈濟也豐富了慈濟人的生命 接下來可能有更多的故事 我們就讓 記者師兄跟慈禧師姐自己來分享 感恩 謝謝 謝謝陳梅君 我們現在請賢康力主角人物至上感恩禮 也謝謝我們的作者是美國賭城回來的正如今師姐 那麼編輯呢就是我們人文職業中心出版部的陳梅君 然後今天都來到了現場 做一個最好的見證 我們也請人文職善美志工 幫我們呢 來留下一個 珍貴的鏡頭 那麼接下來 謝謝感恩